蘇花改明明就是單線到一輛白色轎車 硬是要擠到重機騎士左邊 加速超車 騎士馬上按喇叭 騎士還說白色轎車超車後 也不斷的逼前面的休旅車 讓他氣的把行車記錄期PO上網 並批評之前開車走這裡 也是常常被逼車該檢舉的會檢舉 他超完我之後 他就是一直貼前面的車很近 他就是一直這樣貼 貼到後來前面那台車受不了 他就超速開走 不過蘇花改在9月30號 施辦大型重機同車後 四輪和兩輪駕駛 還有許多要磨合的地方 就算車速比較慢的時候 我還是得跟前面保持50公尺 那他可能就覺得 為什麼我 要離前面這麼遠 他可能就是 就直接超過了 很多重機騎士第一次騎 違規建數也不少 違規的案件 那總共有56件 警方也補充 這些違規案件裡面 有8件是行駛路肩 其他48件都是同車道並行 如果確認違規依法行駛路肩 可以罰900到1800 同車道並行 可以儲600到1800以下的罰款 提醒重機騎士 不要因為多了條路可以走 反而收到更多罰單